亲眼看到这场诡异仪式的托尼和大夫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而那些黑袍人仿佛根本没有察觉到托尼等人的出现 他们继续挥舞手里的针线缝合受害者的蹊跷 蒂奇本来还想拯救一下这个可怜的受害者 但大夫告诉他最后阶段已经没救了 说着大夫掏出手榴弹在受害者绝望的目光中扔进了坑洞 瞬间猛烈的爆炸将坑洞里的人炸得四分五裂 另外一边在山头狙击的库伯二人被营地分子发现了 可还没等营地分子靠近攻击 库伯就开枪干掉了他们 然而未等库伯松一口气 旁边拿着望远镜的普鲁特大声的警告他 小心对方有火箭弹在第一个建筑左侧两米的位置 虽然库伯第一时间开枪命中了目标 但那个营地分子临死前已经发射出了火箭弹 库伯二人只能急忙神神躲避 下面回到蒂奇这边 营地成员还在疯狂攻击托尼等人躲藏的木屋 外面突然响起的巨大爆炸声让托尼感觉更加不安 就在大夫扶着蒂奇走过坑洞的时候 一发射穿木板的子弹击中了大夫 受伤的大夫直接从坑洞上掉了下去 库伯恩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虽然刚才的火箭弹袭击没有打中二人 但爆炸掀起的石块直接斩断了普鲁特的左腿 同一时间托尼跳下坑洞查看自己占有的情况 还好大夫没有受到致命伤 他还可以移动托尼健壮紧忙搀扶着大夫爬上了坑洞 可就在蒂奇和大夫离开坑洞时 托尼突然预感到了些什么 坑洞里的尸体有些不对劲 好像少了一些 下一刻那个差点完成转变的男人 突然抓住托尼狠狠地扔了出去 此时刚刚走出木屋的蒂奇还没有察觉身后发生了什么 看着周围的营地成员 大夫表示他们必须冒险继续当幼儿 只有这样营地成员才不会攻击那些妇女和孩子 蒂奇询问那身后的托尼呢 大夫表示没事的 他应该很快就会跟上 说着大夫便告诉蒂奇快点走 自己会负责掩护 随后周围那些营地成员被大夫二人突然的出现 打了个措手不及 其中几个很快就中枪倒地 可当他们反应过来想要攻击大夫时 大夫二人已经逃了过去 不过虽然成功跑到了营地外围 但大夫发现自己弹药吃紧 他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弹侠 这时趴在墙壁上查看情况的蒂奇有了个意外发现 在这里居然有一辆吉普车 如果能启动的话 他们说不定可以快速逃离这里 另外一边 库博刚刚给断腿的普鲁特进行了紧急救治 听着营地里激烈的枪声 普鲁特让库博别管自己了 可以的话他去支援一下托尼等人吧 眼见库博还是担心自己的断腿 普鲁特告诉他 自己这边库博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能不能存活就是天意 库博左右不了 现在快去吧 听到这番话的库博也只好离开山崖 潜入营地 准备开始救援 而此时的托尼并不好过 虽然他面前的那个男人 左手被炸断 腹枪也被炸了个大洞 可他依然行动自如 甚至力气也比正常人大了许多 这种未完全转变的缝合怪 好像不用罐子的声音也能活动 即使托尼迅速开枪打爆了他半个脑袋 他却依然跑不上前 死死的抓住了托尼的脖子 然而就在这时 托尼隐约听见这个怪异的男人 好像在说什么 同一时间 另外一边的蒂奇已经进入屋子 成功启动了汽车 可大夫却告诉他 即使现在开车逃离 他们也需要掩护 不然所有的人还是会被抓的 蒂奇询问大夫 那该怎么办 大夫回答说 自己有个疯狂的想法 蒂奇在这里等一下 这时感觉有些不安的蒂奇 想要下车查看什么情况 却没有注意到黑暗中 正有一个人拿着尖刀 缓缓的向他靠近 就在蒂奇转身的瞬间 艾玛德突然闪身出现 一刀狠狠的捅在蒂奇身上 画面一转 托尼发现 面前这个破碎不堪的男人 真的在说话 他如同幽灵一般说到 他会和他的同伴回到这里 将他们的愤怒 剥洒在这个地方 相比他们的复仇 上帝的愤怒 简直就是小孩子在发脾气 接着 从男人残缺不堪的嘴里 又发出了刺耳的笑声 托尼小队的所有人 这一刻仿佛都陷入了绝境 看着外面的情况 大夫大骂一声 举着枪便冲了出去 疯狂的射击 虽然让大夫击倒了几个营地成员 但他的子弹也彻底用完了 丢掉枪后 大夫拼命的向着 他们刚开始遇到的那个小屋奔去 可此时没有弹药的大夫 完全就是一个活靶子 没跑几步 后面射来的子弹 就将他的身体完全冻穿 如果大夫知道蒂奇 现在所面对的情况 他一定不会选择 先进行自己的疯狂计划 此刻 在艾玛德眼里 腹部中刀的蒂奇 完全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一个小屁孩来到战场 真是找死 艾玛德冷笑着 将两桶汽油放在几步车上 这时候 外面的大夫也在身中输弹后 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谁都没有注意到 这片营地里 又有一个人潜入进来 是库博 脚械开枪 回身射击 一气合成 很快就有三个营地分子 倒在了库博的枪下 听到外面枪声 又一次响起了艾玛德 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准备上车离开 刚一上车 他的手指就被镰刀 骑刷刷的斩断 只见第七怒吼着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一边痛苦的 捂住掉出体外的内脏 一边愤怒的 向着艾玛德怒吼 说什么年纪小 现在他就要杀死 这个自负的人渣 由于库博的加入 那些营地成员 又开始四散躲避 就在这时 库博看见 原本倒在雪坡里的大夫 居然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 只见他走到 存放着缝合怪的门前 然后摘掉罐子 画面一转 托尼还在和那个 未完全转变的缝合怪对峙 此时的怪异男人 身体里好像聚集着远古的邪灵 他借着这具残破的尸体 告诉托尼 他们是世界之王 人类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养料和泥土 现在他们回来了 托尼这些人类 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呀 相较于托尼这边 不需要罐子就能行动的缝合怪 不畏生死的大夫 已经摇晃着罐子 走进了满是缝合怪的屋内 他并不会控制这些 但他知道 怎么让这些怪物 变成杀戮机器 此刻 营地里的二把手 见到大夫 见到存放缝合怪的屋子 急忙呼唤手下过来制止 可紧接着 浑身鲜血的大夫 就被从屋子里扔了出来 而在他身后的是挂着罐子 如同杀戮机器一般 开始行动的缝合怪 见到这些只有黑袍人 才能随意操纵的缝合怪行动 有些胆小的营地成员 已经开始转身逃跑了 可埋伏在一边的库博立刻开枪杀死了他们 而那些没有跑成的营地成员 直接被迎面而来的缝合怪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揉令撕碎 有的被砍刀砍成了两截 有的则被活生生的掏出了肠子 更有甚者 直接被缝合怪巨大的怪力 将脑袋砸进了胸腔 见到这一幕的营地二把手 疯狂的向着这些缝合怪开枪射击 可就在下一刻 他的脑袋直接被迎面走来的缝合怪 一拳打飞 看到脑袋飞到自己身边的大夫发出了临死前最后的嘲讽 这些营地成员有种把自己的尸体现在也缝合起来 说完便再没有了气息 眼见营地成员已经被缝合怪拖住 库博立刻向着地棋所在的屋子奔去 在小心翼翼的进屋后 库博看见了倒在雪活之中的艾玛德 此时的艾玛德如同遭受了凌迟一般内脏手指散落一地 而做到这一切的地棋也倒在角落里 没有了任何生机 此刻眼见屋外那些缝合怪杀尽了营地成员 即将就要攻击妇女和儿童的时候 死里逃生的托尼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先是一枪将领头挂着罐子的缝合怪的腿打断 然后快步上前一脚踩别了发出响声的罐子 只差一秒 那些未来的缝合怪差一点就将他大谢八块 一切看来都结束了 库博流着泪告别了自己军营中最好的朋友 而整个营地的成员好像也被那些缝合怪杀戮干净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善后工作 库博在安抚好那些妇女和儿童后 将大夫和蒂奇牺牲的事情告诉了普鲁特 营地中的托尼则将那些缝合怪聚在一起点燃焚烧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正在山崖上远远的看着自己 看来事情远远还没结束 烧了一会儿后 托尼发现库博走了过来 他询问库博普鲁特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了 库博表示并不乐观 只能希望军方快点支援了 接着库博询问托尼为什么要焚烧这些缝合怪 托尼回答说人们不应该知道这种东西的存在 这些怪物以及创造这些怪物的人类都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说着托尼将一个笔记本和手里的狗牌交给了库博 他说这里记载着同伴安葬的位置 托尼希望军方可以找到这些士兵的遗体 真正体面的埋葬他们 当然还有牺牲在这里的大夫 库博有些纳闷 为什么托尼要给自己这些 此时托尼又拿出自己的狗牌交给库博 他表示自己估计不能跟着库博回去了 为什么 库博更加不理解托尼的行为 托尼回答说自己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说完便打算转身离开 库博试图挽留他不要离开 一切都结束了 他们可以回家了 可托尼却沉默着 头也不回的向着群山走去 无奈之下 库博只好回到山顶 丢出了求救用的信号弹 伴随着激烈战斗的结束 以及信号弹的燃烧 美军的救援终于来了 可那个男人却选择留下来 独自面对那些 不应被世人所知道的邪恶